今天,北京市第二重金人民法院对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芳仁受贿案做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刘芳仁无期徒刑,没收当款人民币661万元,美元19900元,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1995年3月至2002年2月,刘芳仁在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和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果同期儿媳易扬,先后22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661万元,美元19900元,共计折合人民币677万余元。 案发后,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法院认为,刘芳仁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款,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所以做出上述判决。 查明的主人公是贵州省委书记刘芳仁,话题很自然地将围绕着解决贫困人口温饱而展开。 说到这个被我们称为脱贫的话题,贵州省的一系列统计数字,让这个本来就不轻松的话题更多了几分沉重。 贵州是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农业省份,在全省3548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占了87%,其中贫困人口又占了三分之一。 全国每八个还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中,就有一个在贵州。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的年增长率现在已经达到了9%,但是实际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仍与沿海发达地区有不小的差距。 面对所有这些,身为省委书记的刘芳仁深知自己肩上的弹子有多重。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上,是一个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内陆深区省份。 全省17.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高低补铜的山占了97%,全省万亩以上的平地只有19块,人均水交地只有二分八里。 许多人提到贵州便会想起三句老话,天无三日平,并无三里平,人无三分营。 1993年7月,在江西工作了30多年的刘芳仁,被任命为中共贵州省委书记,7月9日刘芳仁到贵州任职。 晚上十一天左右啊,上的火车从江西南场过来,天亮了以后就进入到贵州的经营了。 我爬到那个窗户上,朝外开啊,就这么开,全部是山。 石头山。 石头山,那是正好是长包裹的事啊,7月份嘛。 那个包裹啊,在山顶上长得都很细的那个小奶的。 老不幸去笑话是,我们贵州的包裹比山高,因为在山顶上中包裹嘛,当然比山高了。 就是,确实看了以后啊,很穷。 但是对这种贫困,在您没有来之前,还是没有做这种很充分的这个估计的? 没有,我没想到这地方那么穷。 它首先呢,就是说没有多少甜度,就是赛。 那么,农民嘛,民意识为田的,没有接送,他哪能吃饱肚子呢? 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因此我就想到那总继张,啊,来的时候跟我们谈话来的,就是说贵州贫困面很大。 那么,要把贵州工作抓好,首先要解决老不幸去败持的问题。 刘芳仁出生于陕西武工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 15岁时,他到离家不远的西安解放军总后军西生产部的一个工厂,报名当了工人。 后来被工厂保送到沈阳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硅酸岩专业就读,成为我国第一代自己培养的玻璃缸专业人员。 大学毕业后,刘芳仁被分配到总后工厂部江西九江的一个新建工厂,从技术员干到了今天的省委书记。 整理书记到了贵州省来以后,你所见到的这种最贫困地区,让你特别难以忘记的,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第一次接触到最贫困地区,那么当时又就是,叫瑶山地区,我是十一岁地区的,我船着家大与毛与毛裤,结果呢,我第一次去了,他们的那个,有个小学呀,把学生们都集中起来。 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看学生们占了一大片,那个瑶族的小孩,都是蓝的玉璃的小孩,你说蓝学生穿裙子,短裙子,地下全部是光着腿,光着脚,没有袜子,没有鞋,在那儿站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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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我不是活受罪吗,赶快,叫小孩回去回去。后来我干学校的,他来以后呢,他们说,我就问他们,我说灾难怎么办,灾难就不来了。 灾难就不能上学了,是吗?灾难就不上学了,班爷就回去了。 是不是也是那种瑶族的习惯呢,还是就是贫困到这种程度。 都是贫困。没有钱买鞋子啊,什么话的,他跟我讲的是个距离情况,我说一共得多少钱。 他说,哎呀,加在一起,一年也就是二十万左右。我说那二十万左右,灾难也能够解决了。 他说,说进来了嘛,请把我们解决。后来呢,我回来以后啊,我就把我们有关的业务部门找来,就跟他们讲这件事。 他们财了以后呢,他们还是讲那个理由。 这是财政分招吃饭啊等等呢,应该他们出啊,不应该送人拿呀。送人要拿的话呢,哪个全省都问我们要,我们负担不起啊等等,叫了一些理由。 后来呢,说实在的话,我就有点生气。 我说,我们这些干部呢,在机关里边啊,那他都是想当然的讲话。 就说呢,我说你啊,坐在办公室,你天有的,外有的,你到那个贫困地方一看就没的。 我说这个,就这样的思想工作还是不容易做的是吧。 做办公室里面看不到这种贫困面,看不到贫困程度就很难以理解。 这种贫困需要多大的帮助。 他就是光强调的就是,啊,我们那个制度怎么怎么的。 我说这个制度啊,制度是维下的服务里,制度是人定的。 所以后来呢,我们在回家政府是个掐的一种人。 钱终于给到了学校,孩子们又可以上学了。 刘花仁说,通过这件事,他总结出了一条经验。 他认为,要解决好扶贫工作,全省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动感情,动脑筋,动真格的三动精神。 您是陕西人啊,在陕西人长大。 后来在江西也是一个革命老区,工作了三十多年。 那么又到了贵州。 您就从来没有在中国这个发达地区工作过。 还都是在这种相对贫困的地区工作。 是不是这种个人的经历啊,对这种贫困贫穷,有这种特殊的感情,特殊的理解。 我生长在革命圣地所在地延安所在地的陕西。 长期工作在革命摇篮景岗山所在地的江西。 到我基本上快老了,到了我们党的转折点所在地,尊与所在地的贵州。 我经历这种所在的地方都是贫困的地方。 你不要动感情,动脑筋,动真格,动感情我刚才已经看到了。 那么从动脑筋上,您觉得怎么叫动脑筋? 贫困的地方啊,它都是神山区。 交通不变,信息不灵,文化程度有几,文貌又多。 那么它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怎么样的。 怎么脱贫呢?它是老子的,点子不多。 比如说外岸的思想怎么样? 你叫它搞种植业,养植业,它搞什么种植业,养植业? 哪个东西外岸好卖啊,它不懂。 我们的干部就要帮它吃嘴,动脑筋。 再一个动根格的呢,就是负面难度太大了。 来不得的,你光说,会上说没用,说着要说更要做。 这样的话实实在在一点,这么个杂种。 另外的话呢, 比较低水。 谢谢又大色的水。 嗨